一、除臭脚方,取白酒、二代五十,到三百毫升加冰糖五十克充热水两千毫升,调匀之后,室温进洗臭脚,每晚一次,三到五次急遇,二、西红柿了及食法,医治皮肤病,将先熟西红柿去皮和磁打烂肤患处,每日二到三次,克制真菌,感染性皮肤病。 二、美容,防衰老,将先熟西红柿捣乱取剧加少许白糖,每天用其涂念,能使皮肤细腻光滑,美容防衰老效果极佳。 三、防癌,因西红柿不仅营养丰富,且只有较强的清热血度,抑制病变功效,坚持每天生食,移到两个先熟的西红柿,可起到防癌和辅助癌症的作用。 四、制高血压,每天早晨,选一到两个先熟,西红柿空腹炸白糖吃,将血压效果明显。 五、制平血,将西红柿,苹果各一个,芝麻15克,一次吃完,每日吃一到两次,长期坚持,可制平血。 六、制溃疡,轻度消化性溃疡患者,可将榨取的西红柿和马林树枝,各半杯混合后饮用。 每天早晚各一次,年复十次,溃疡可遇。 七、制干盐,取西红柿丁一池,芹菜末,胡萝卜末,猪油各半食,搬入费精粥内烫熟。 加入盐,未经适量食用,对干盐效果极加,八、防重暑,将一到两个西红柿切片。 加盐或糖少许,熬汤热饮,可防重暑。 九、退高烧,将西红柿和西瓜汁各半杯混合一肉,每小时饮一次,可退高烧。 三、制芽吟出血,将西红柿洗净当水果吃,连吃半个月,即可治愈芽吟出血。 三、土豆的奇妙药效。 土豆烤片适量食用可治心脏病,每天吃一颗土豆,有预防中风的效果,生土豆粘皮取枝,每日成空腹以15毫升。 可治为,十二指肠和羊。 土豆一个,挖一小洞,那入毒头蒜一个,蒸熟时,日两侧神经衰弱,贫血。 土豆皮倒泥肤坏处,可治湿疹,生土豆取枝。 每日早,午饭各服一次,每次200毫升。 可治便秘,土豆乳熟,用皮肤换处,炙烧伤婆家。 土豆铁片它换处,可治稳饮,土豆花煎汤还可降血压。 四,扣鸡者不知鼻色经常扣鸡者不与比对者能鼻色。 方法是,取战力或坐姿,最微张,向何微收,用手掌测轻轻扣鸡者不,及后脑勺针部突出处,连续扣接二十次。 鼻色极通,每日三次,此法简单易行。 便于掌握,效果迅速可靠。 未完待续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